大家好,現在是2024年1月24日的星期四中午11點左右 這個賀龍夜夜秀出包,他竟然善效殘障人士 民進黨不分區立委、殘障律師被他們績笑,坐輪椅 然後這是公然侮辱 其實看那個主持人賀龍的譯名 你就知道說這個背景可能是有問題的 因為你們知道賀龍是誰嗎? 賀龍是中共建國之初的大將 同名同姓,你怎麼會用毛澤東老婆的哥哥的名字當譯名呢? 賀紫青就是毛澤東的老婆 毛澤東當年在延安的時候 老婆就是賀紫青 然後賀紫青這位美女 是跟著毛澤東兩萬公里長征 也就是大逃亡啊 從江西被老蔣圍剿 老巢被老蔣端了 他們就展開兩萬五千公里大逃亡 而當時每天陪在毛澤東床上的 就是安慰她的那個美少女 就是賀紫青 賀什麼? 賀龍的妹妹賀紫 賀紫 賀紫張 名字我有一點忘記了 賀紫青 那你怎麼會用毛澤東小舊子 大舊子 毛澤東大舊子當藝民 這個我覺得啦 這個國安單位調查局 你應該去調查一下賀龍的背景 但是你從他的節目 節目的這個型態 你可以知道這個 這個也是來搗亂台灣社會秩序的啦 你看那個績效殘障立委的那種 那種冷酷無情 然後連那個抱乳的女主持人 也是那樣嘻嘻哈哈的 好像裝出一戶很無腦的樣子 難道台灣新一代的年輕人是無腦嗎? 我想未必吧 我想台灣的年輕人不是這樣 沒有同情心吧 不是說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嗎? 那你表現出來的卻是冷酷無情耶 對於殘障人士這樣的績效善效 難道殘障人士就應該要當人家的煮上肉嗎? 對不對? 所以這個賀龍這個節目 敗壞社會風區 這個還是應該要關掉 我覺得這個有問題啊 尤其他竟然找那個假的民運人士 就是中共臥底的那個什麼王 姓王的什麼王基巴還是什麼? 那個是假的民運人士嗎? 當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大屠殺 那天安門大屠殺 如果說你是這個年紀比較大一點的人 你都知道當時的民運人士有烏爾開西 有王不知道王什麼 但是就是沒有一個什麼王基巴的 就是沒有那個人啊 所以這個就是臥底的嘛 來台灣鬧的嘛 台灣的國安單位老是慢半拍啊 他都已經搞了很多破壞的 這種假民運人士 除了搞亂台灣的社會秩序之外 他們還有一個任務就是要送錢啊 他從日本來台灣就是來送錢 給那個錢 給那個在台灣臥底的這些人 要轉錢 要領錢 發薪水啦 國安單位都不抓 所以我早就說過嘛 民進黨沒有辦法完全掌握軍警 檢調情治單位沒有辦法啦 不然不會讓這個臥底的 假的民運人士王基巴這樣子 搗亂台灣也 台灣的廣電什麼審查單位 好像叫做什麼 我忘記了 像賀瓏伯恩這種節目 怎麼會在台灣出現呢 台灣是一個曾經經歷過 228大屠殺白色恐怖 而且至今都沒有平反 沒有把兇手繩之以法的 沒有轉型正義的一個地方耶 你怎麼會開那種節目是 大家好像天下無賊 大家嘻嘻哈哈 每天快樂過日子 你以為你放輕鬆 你以為你裝出一副很陽光的樣子 你就能夠有幸福喔 不是嘛 那些冤魂那些沒有轉型正義 那些被冤殺的人 那個命理宗教大師 他曾經說過 他說他每次抬頭 往台灣的天空看 一般人看到的就是 南天白雲 但是那種宗教大師 靈學大師 有天眼通的人 他一看台灣的天空 都是綠色的耶 綠色的就是怨靈 怨靈的顏色啊 兩顆那個天空到處都是那個 怨恨的眼神 綠色的花著綠光的那種 怨恨的眼神 在盯著盯著這個台灣島 每一個人 你在那邊嘻嘻哈哈 什麼柏恩秀 什麼那個賀龍夜夜秀 嘻嘻哈哈女主持人暴如 然後那些罐頭觀眾 假的觀眾 罐頭笑聲啊 你一直在激怒那個怨靈 所以每個倒霉的就是 就是那些年輕人啊 每個人都淒淒慘慘啊 你看那個馬英九這種外省仔 位高權重 每天每天享受那麼那麼優渥 像侯友宜這些台灣人 變成外省人走狗的這些 享受榮華富貴的這些人 你們有沒有發現他們很奇怪的 絕子絕孫耶 絕子絕孫耶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你高官厚禄享受榮華富貴 但是你卻絕子絕孫 為什麼 那個宗教大師說啦 上面那個綠色的冤魂 兩顆眼睛都在看啊 他們 他們是會有作為的啊 所以 台灣根本就不能夠出現說 年輕人啊 嘻嘻哈哈 好像很快樂的樣子 幾次是 遵循人都很常見 我很陽光 我每天都去健身 練肌肉 我笑得很開心 我每天唱歌 我每天逛酒吧 如果说台湾是一个已经转型正义了 坏人也都该被惩罚了 然后已经没有怨灵了 天空都是真正的一片清天白日 那那个大家阳光就是应该的 大家青春活泼快乐就是应该的 但现在不是这样 你就要装个低调一点 你甚至要怎样 每天都每天出门 你就是一副忧伤的样子 念天地之悠悠 独创然而泪下 你要这样 然后那个上面的院领看到 这个年轻人怎么每天愁美苦脸 然后念天地之悠悠 舍身取义舍我其水 懒配有澄清天下之志 他认为说这样的年轻人 一定能将来一定能为我们伸张正义 他就会保佑这个年轻人 他做梦的时候就给他大乐投奖号码 让他中个七一 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 再来另外一个主题 就是大家都在说 立法院院长是谁 好像2月2号要选了嘛 在个人这里举一个例子 这个马英九 韩国瑜 柯文哲 侯友宜 他们这几个痞子 这几个不良少年 有一天呢 就在 这个桥 这个 大汉溪 大汉桥 一端在那边等着 等着一群美丽 美丽的姑娘走过来 然后马英九就提议 说我们来猜猜看 从北边那边 从南边那边走过来的 这一群牛儿们 第一个走下桥的 牛儿啊 他的内裤是什么颜色的 然后这个 大家这个色眯眯的眼睛啊 就盯着这一群美女看啊 他们都穿裙子啊 所以你是看不到内裤颜色的 然后他们就在那边拆啊 这个时候柯文哲啊 说我 我这三高达 一百五十七啊 我跟你们讲 我猜一定对 你们知道吗 现在已经进入什么 九火运啊 梨挂 梨挂九火运 梨就是火 所以火是什么颜色 是红色的 所以我猜 第一个 从南边 走到北边这一边 桥头这一边的女孩子 内裤一定是红色的 然后这个韩国瑜啊 说 哇 哇 白兮兮的大腿 他 马上冲过去啊 把那个走在 最前面的那一个美女的裙子 把人家 撩上来 给你们猜 是不是柯文哲说的红色 哎 梨挂 九火运 现在大家都知道 2024年就是进入九火运啊 哦 哦 你看那个 网路上 他命理学家说的 他们都说 现在九火运啊 所以外出都要穿红色的衣服 穿红色的或黄色的衣服 现在火当运啊 火就是红色啊 哦 所以那个 色蜜蜜的韩国瑜说 你的内裤一定是红色的 哦 一换开来 哇 弄了 弄住了 弄住了 哦 大家都没有猜对啊 柯文哲猜红色嘛 然后这个 马英九说 哎 我是正男的 我 他猜蓝色啊 然后 韩国瑜 猜 猜这个 猜白色啊 因为提拔他的就是白色的柯文哲 提拔他 把他从一个地痞流氓 把他提拔成一个 什么 北农的董事长啊 所以他一直都在感谢 感谢这个 柯文哲 啊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是谁啊 好 侯友宜 侯友宜 猜这个是黄色的 因为 他喜欢黄色小说嘛 黄 结果呢 大家弄了 弄了一下 黑色的 黑色的 大家都猜错了 黑色的 当然了 这个 以上这个 这个故事 我是 我是瞎掰的 但是我要跟各位讲的就是 立法委员 到底是 是谁 一定很多人都说 九火运来了嘛 所以当立法院院长一定是跟红色有关啊 红 红就是中共嘛 亲中共的红色的 你越红 你越会当选 韩国语 所以你看韩国语 韩国语现在认为说他就是 立法院长啊 他说 九二共识 他又在说九二 九二那个 九二糙你妈共识 九二七八共识 九二 九二什么 叉叉叉叉叉叉两共识 各种说法都有了 反正他就是要九二共识嘛 表示说他是深红 他是红的 所以立法院长一定被我非他莫属 错 错 为什么错 你看看这次当选总统是谁 黑炭木炭工人的儿子赖清德 是不是当选总统的 本来大家都以为九火运 九火运 所以当选总统的一定是红色的 你看那个 柯处猴处这两个人都是红色的 他们背后他们都是支持共产党红色政权的 结果他们都落选 结果是谁当选 黑色的 黑炭木炭的挖矿的挖煤矿的儿子赖清德 矿工支持当选 所以你从赖清德当选总统 你就应该要知道说 立法院长谁才会当选 要黑色的 黑色的才会当选 那你们一定会说 你不要瞎扯了 目前台湾就没有什么黑色的 黑色的 没有黑色的 民间党是绿色的 民间党是绿色的 克处是白色的 猴处是红色的 马处是蓝色的 猪处 猪处也是蓝色的 没有人黑色的 有一个棋盘高手黑佳佳 还有一个军事专家黑佑龙 他们姓黑 会是他们吗 当然不是 你想想看什么是黑的 就是木炭 还有你看火 火在燃烧之前 假如你把那个木材点火 你要让这个火烧起来 结果你会先看到什么 会看到一条游龙往上飞 就是那个烟啊 有没有 你要烧火之前 那个黑烟 黑烟就会往上 往上像一条青龙 往上空这样飘来飘去 飘到天空去 这个黑烟啊 烟就是黑色的 油 黑烟 游龙 这样你们知道谁了吧 游锡坤嘛 游锡坤脸又黑黑的 然后这个油啊 油就代表游龙啊 像像烟 你看 烟是不是到处游走游动 像一条龙这样 所以下一届的立法院院长 非游锡坤莫属 韩国瑜不行啊 韩国瑜因为曾经用那个膝盖走路 他已经把自己的这个官位 贵器已经 因为他用膝盖走路 已经把他弄掉了 以前就有一个典故啊 就是陈有亮跟朱元璋在打天下的那个陈有亮 命理学家都说啊 这个这个儿子长大了一定当皇帝啊 他妈妈就很高兴 就结果有一天那个保姆啊 竟然把那个耳粹啊 很珍贵的珍珠耳粹 就把他穿过这个还是婴儿还是幼儿 还是幼童的陈有亮的耳朵 把他打洞啊 打了两边耳朵都穿耳洞 挂那个耳粹 结果有一天命理师又来了 因为他感觉奇怪 那个气场怎么变了 他就赶快赶到那个陈家 陈有亮他们家是大富翁 是当时江南的大富翁 他观天象 觉得说事情有了变化 马上赶到陈家去看 啊天啊 陈有亮两个耳朵都挂着耳粹 本来大家都很高兴 命向死来了一定是好消息 然后要让他们看看 他们这个将来皇帝的儿子 他们把他打扮成多么的光鲜亮丽 漂亮还带了金光闪闪的 镶着宝石的耳粹 哇这个命理师看了 差点没昏倒说 破了 破了啦 皇帝命被破掉了 因为穿了两个耳洞 破掉 那个陈有亮的爸爸大怒 谁把他挂的啊 谁把他穿耳洞的啊 保姆 大家手指都指 保姆 保姆就被陈爸爸活活打死 后来陈有亮真的没有办法当上皇帝 就在陈有亮即将要打败朱元璋的时候 五十万大军脸压十万 比例那么悬殊 五十万大军对十万 炒五万而已啦 朱元璋五万对五十万 这一天 这个陈有亮就在即将要见面 朱元璋的时候 突然间 额头中了一箭 而且正中 额头的红心啊 就是印堂那个地方 穿脑而过 那支箭是水射的 就是木鹰 木鹰 那个姓很少 木 木玉的木 木玉的木 这个蔡英文的鹰 木鹰 他设了一箭过去 因为他看到 这个一辆很高大的战船上 有一个这个年轻人 贵气无比的年轻人 在那边哈哈大笑 因为朱元璋他们就快要全军覆没了嘛 他看到长江上那辆战船 那个人笑得那么开心 他就向他设了一箭 郑重红心 陈有亮就这样死了 所以 朱元璋缓拜为胜 后来就当了皇帝 你 你韩国语 已经 没有办法了 因为你 你就像那个穿脑洞的陈有亮一样 你双膝跪地 就像那个谁啊 柯处 柯处他是不是在以色列机场 盘腿坐在那个地板上 那个命理学家也说了啊 你一般人 盘腿这样做没有关系啊 你想要当大官的人 你这样盘腿 盘腿 坐在地板上 你就没有贵气了嘛 你当个台北市市长还可以啦 但你想要当总统 门都没有 门都没有啦 所以那个命运好好玩啊 或什么命理节目 郑弘颖的这个新闻哇哇 有一个命理师周应军 他早在十几年前 他就说 他看到柯文哲坐在以色列的地板上 他就说啊 缺口气啊 不可能啦 不可能 将来不可能当总统 那个郑弘颖 还说 你这么肯定啊 现在距离 距离选举还有好几十年 好几 好像七八年吧 还是五六年 还有好几年 他现在台北市市长 他民调很高耶 人气很旺耶 那时候 那时候 柯处好像刚选上台北市长 很旺啊 但是那个周应军 也是很漂亮 跟廖美兰 同样漂亮的命理师 他说 啊这缺口气啊 他不会 他不会中啊 我保证 他绝对不能当总统 我保证 保证啦 他那时候 这么斩钉截铁 所有来宾都吓了一跳 因为一般来说 命理师都会委婉的 不想得罪人 他都会说得模拟良可 说只要他改变怎样怎样 怎样 还是有可能的 没有那个周应军 那个美丽的命理老师 这缺口气啊 这不 这坐在地板上 这个不可能 不可能当那个 那时候 那个总统了啦 像那个 韩国瑜双西走路 那个廖美兰 命理师也是 也是针对这一点说 啊这 这个就 没啦 没希望啦 欸你想要当院长 院长是二品大官欸 二品大官欸 二品或一品啊 应该 以 以现在职权来说 大概就是二品啊 哦 至少是第三大的啦 行政院 行政院院长是一品嘛 啊 行政院院长 再来就是其他的院长 哦 虽然 表面上好像是五院平等啊 但是 以国家 施政来说 其实行政院院长 才是真正的一品 哦 其他算是二品啊 你要当二品大官 那是神在决定的啊 不是人在决定 那是神要 神要给你当一品大官 你才能当啊 啊 啊你自己 降掉你的格调 坐在地板上 磕屁啊 坐在地板上 韩国尔用膝盖走路 那你就把自己的 高贵的格调给破掉了嘛 哦 好 啊好 所以 下一次的 下一届的立法院院长 就是游锡坤啊 哦 好 谢谢参观